一名补习班老师最近在脸书上分享 是一对国小兄妹一个礼拜七天的行程表 非常敬佩这对小兄妹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在国小而已 但是每一天清晨5点50分就起床来学习了 学习直到深夜的11点30分 算一算 他们每一天大约才只睡6个小时 而这样的贴文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认为这样的行程呢 其实对孩子来说 真的是太辛苦一些了 肾脏科医师王介利也忍不住在底下留言 认为两个孩子睡眠不够 反而可能对学习能力还有记忆力 都产生负面的影响 翻开英文教科书老师给了好几个大勾勾 不少学生下课后都会去补习班报到 不过近期一间英语补习班贴出 两位国小生的每日作息表 早上5点50分起床 写英文数学和国文 接着去国小上课 下课后在车上花30分钟完成学校作业 接着到补习班继续学习到晚上7点 就连晚餐也在车上花15分钟解决 最后念英文到晚上 等于这两位国小生每天早上5点50分起床 晚上11点半才休息 天文曝光引发大批网友讨论 纷纷留言表示才国小每天就睡不到7小时 真的很心疼 还有人说祝福他们在新的一年能坐下来好好吃饭 就连肾脏科医师王介立都在底下留言表示 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建议6到13岁儿童 每晚需要9到11小时睡眠 从这两位小孩的作息表来看 他们可能得到的睡眠时间 不足以满足健康所需的最低标准 而睡眠不足可能对学习能力 记忆力产生负面影响 每位家长教养方式不同 但最希望的当然还是孩子能快乐学习 健康长大 绿岛有居民疑似也识获珍贵的龙咸香 那么由于它的收藏有高达700公克 如果是珍品的话 价值要高达上万元上百万元 里面长了一个那个牡蛎 拿出珍藏怪石 颜色呈现鲁白色 仔细看里头孔洞还有牡蛎壳 它烟会浮啊 放进水盆里怪石浮了起来 让它又精又洗 莫非捡到的石头是珍贵的龙咸香 看到那个一个新闻 看到之后我回想起说 我大概在两三年前 在海边也有捡到一块类似 这样子的东西 这名居住在台东绿岛的林姓居民 三年前和儿子在岸边的漂流木堆中 捡食到这颗怪石 当下原本以为是废弃蜡烛收藏起来 直到最近新闻播到 有民众在澎湖捡食到疑似龙咸香的漂流物 再度勾起它的回忆 一测发现该有的特征都相符合 不但色泽呈现白黄色 可浮在水上 烧针点时会迁丝冒烟后 还会飘出香味 新发现让林先生好惊喜 因为龙咸香行情上看每克三千元 若这七百公克怪石 确定为珍品价值高达上百万 究竟是否为珍 有待专家进一步鉴定给答案 既有刘灵湘台东报导 台南市定古迹善化清安宫的 武圣殿前方 有一幅桃园三结役的石雕壁画 在两个月前被发现 箭会发光 而原音箭是因为被当成了许愿强 远远看过去庙里的石雕场 怎么会发光 是看错了吗 诡异现象 来 再靠近一点看 石雕场 不管是人物还是树木 缝隙里 只要可以放可以卡的 一元 五元 十元 五十元 硬币都被塞的 满满满 这地点就在台南市定古迹 上化清安宫 武圣殿前 这是一幅桃园三结役的石雕壁画 原来是信仲 林己洞想借此上 观世地居许愿 祈求我的家人 所有都平安顺利 也祈求国泰民安 也祈求我的孙子 他们都能够考试 读书 专心 但宴到家许的宴都能够成真 不过说也奇怪 21年前 庙宇整修后 出现了这幅石雕壁画 都没有被放钱币的现象 两个月前 竟然意外变成许愿墙 甚至钱币多到没地方放 农历年前还被信仲反映 庙方也只能先拿下来 转而放进香油浅箱 神奇的是钱币这么多 就放在那边 却从来没传出 有被偷窃的情形 看来这硬币 似乎真的承载 每个人的希望 庙方也从善如流 祝大家心想事成 记者黄夫奇谈不到 一个晚上连续发生了 四起油感地震 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表示 这四起地震都是 菲律宾海板块 跟欧亚板块碰撞所导致 地牛频繁翻身 从20号深夜开始 全台连续四震 而根据中央气象署地震 测报中心资料显示 从晚间9点56分开始 一直到隔日21号半夜 连续四起的油感地震 阵阳都集中在东部海域 平均每13分钟就晃一次 最大震度发射在第三镇 台东线二级 规模5.6 但就有民众发问 为什么这样都集中在滑东 但西部地区的摇晃程度 却比东部更有感 当话那个是属于冲击盆地 所以当震波从中边 送过去的时候 在平地的地方 它比较容易有放大的效益 它算是地震蛮毫发的区域 它位置离台湾也比较远 它规模是4到5之间 所以它基本上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 能量释放都是比较好的事情 虽然气象署表示 这是正常的能量释放 但前中央气象局地震策报中心主任 则表示 花莲外海频繁发生地震 还是得留意 他也引述日本专家 针对台湾跟雨纳国岛周边的地震观测 估计未来30年 周边地区发生规模7.0至7.5的 可能性为90% 比有可能引发海啸发生 隔着这个佳瓜海基的这两个海盆 它的那个发生地震 而且产生联动 就是说未来30年 发生7到7.5的那个 几率是高达90% 而且不排除有8以上 那个规模的那个地震出现 那只要是7以上的那个地震的话 他们认为说就有可能会出现海啸 暗夜地牛翻身 不少人被晃醒 但也还好没有传出灾情 不管规模大小 还是得多加主意 记得这么报道